Hello,大家好 就是说一下 我的这个房间的布局吧 这是一个很方正的一个房间 然后呢,我这后边呢 就是我挂着衣服 但是挂着衣服呢 那个地方呢,就是门 然后呢,这边是佛像 佛像下面呢,贴了两张纸 这两张纸,一张写的是阿弥陀佛 一张写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然后旁边这一张呢 是像个小圈家福一样 所以就是有 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爱我 对,所以然后我就在这边就是 嗯,拜佛 拜佛的时候呢 就是连他们也一起拜了 因为什么吧 因为即使是跟家人也是有矛盾的 我的人际关系不好,真的不好 所以其实我跟家里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和谐 但是我非常感激他们 非常感激他们 可是我心里会有潜台词 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不满的时候 但我知道那些就是我为什么要花这些时间去想那些编角料 都不要去想那些 然后我就把照片贴在那边 贴在那边之后呢 拜的时候,拜完之后 或者是到现在之后 就觉得说没有那么多潜台词,无所谓了 然后呢 然后我这一边呢,这些小纸条上面都会写什么 日出而坐,就是什么 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妙吉乐呀 这是一些我欣赏的画 然后就贴在这边 其实还有一些是我的行动计划 可是很多就没有实现了 然后旁边这一张呢 其实这一张是一个考试的分数列表 然后呢,它会告诉你的分 如果你达到这些正确 这些正确 然后你的总分会是多少 所以这张纸呢 就是一个考试的列表 也是我最近比较关注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说 可能也比较遥远 因为我目标是高的 可是现实就是打击我们 嗯,对吧 但是放在那里 提醒我,提醒我 其实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主要是为了提醒我 然后这边呢 这边也是挂着一些衣服啊 围巾啊,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那个后面其实是个衣柜 然后我穿过的衣服的话呢 我就给它放到,那个挂在那边 挂在那边是 嗯,为了就是方便 不出皱,不出皱 然后呢,让我知道说这些衣服虽然穿过 可是还可以再穿,不脏 然后脏的衣服给放到哪呢 大家看那边就是 这柜子里面还 这里面还有三个盒子 所以脏的就是分不同的情况 分着放一下 嗯,然后这上面有一个小表 然后这个其实是房东的 所以其实我相当于拎包入住的这种感觉 因为床啊,然后这些基础设施啊 小柜子啊,小桌子,台灯 它都有,拎包入住了 然后这房东人也很好 然后在墙上他允许我贴着鞋 他也没说什么 嗯 天气开始转冷的时候呢 房东还给我安排了 就是给我拿过来一个电的电冷器 还是蛮好用的 我用的它用了,用了一些是 嗯,不然的话还会冷,会冷 那么现在的时候呢 到了冬天了 嗯,纽约的时候 还是蛮冷的 然后我们的小区这边呢 就点上那个圣诞树的那个亮灯 嗯 嗯 嗯